她是一个高度理想主义的人 从年轻时候到年老 几乎是一贯 她这个理想主义体现在 生活 创作跟运动 三个层面 几乎是一致的 这个是蛮少见的 在日治时期的大部分作品都比较灰暗 杨葵当然也有灰暗的一面 可是她一直保持着一个乐观 那个乐观是就像宋报复一样 就是说我们只要站起来 我们是有未来的 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至于何时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也许是漫长的两代三代 所以我觉得杨葵的乐观主义 是奠基在于一种绵长的时间观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由王小弟导演所主持的 阅读时光计划 将台湾百年来的小说拍成影像 希望让大家重新回去阅读经典 导演郑文堂就选择拍了杨葵的宋报夫 用影像带领我们回到日志时期 看到底层人民被政府和老板欺压的故事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郑文堂导演 来跟我们分享杨葵的宋报夫 导演你好 惠玲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导演我们刚刚看到前面讲话的是杨葵的 孙女杨翠老师对他现在在东华大学教书 杨葵其实是第一个进军日本文坛的台湾小说家 可不可以先请导演帮我们介绍一下杨葵的文学的这个面相 其实他是在日本念书 念完书之后就我所知道他的资讯是他有回到台湾来 然后回到台湾来一九二七年就加入了社会运动 农民组合在日志时期的农民组合 对这个显像很特别 我们等一下可以聊然后后来才我们慢慢看到他的在资料里面慢慢看到他的文学上的表现就在一九三二年宋报夫第一次发表 在台湾新民报就是一个报纸上延载对他也不是说一下就爆红的那样的作家是所以我们是慢慢看到他的一些作品 儿妈妈出嫁 儿妈妈要出嫁对对对对 鸭布扁的玫瑰等等这一系列作品 去日本念书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尤其他还是个农家子弟的状况可以去日本念书书也念得很好 然后去念完之后回来也不是从事我们台湾人长期以来希望自己子弟做的事 台湾人希望他就是看能不能当医生嘛 对对当律师嘛 在日志时期一样在台湾现在一样 这样子其实他回来竟然投入跟底层民众站在一起的农民组合对 那前前后后被日本人关被日本政府抓去关然后坐牢殴打什么这些经历都都历练过 最特别是杨奎这个人的一生会让我们这一后辈的人觉得以他为就是热血对 就是看到他以及看到他的职业的时候想要跟他一起奋斗的原因就在于这个人的那个不妥协的性格 你看他日本时代日志时代做了那么久的劳那么多次的劳 然后不断的被殴打逮捕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他还被捕 对对一九四九年他被捕之后也没有就回来也没有说从此就销声匿迹 然后就安身立命对一九四九年发那个参与那个和平宣言的发表 对他写了和平宣言对对一九四年那个和平宣言才我算起来不到一千字 就被那个时候的政府国民党政府判了十二年的牢非常贵的我们有时候笑他自己也这样讲很幽默 史上最贵的稿费对我赢了史上最贵的稿费讲完还会笑而且我还青年看过他这一段我不是听了什么报导 是我我坐在那个时候我就坐在他的后方是有一次的亲身经历就我唯一见过杨奎的一次看他在描述这一段的时候抽着烟然后在讲说他领了一个时尚最贵的稿费 不到一千字做了十二年大概他的整个政治参与社会参与是这样的脉络 都反映在他的文学里其实他在日本时期他被日本政府抓了十几次 加起来关的牢大概不到一年对然后国民政府抓他一次就关他十几年他也都是对于这些过往经历 谈笑风生非常乐观的去面对苦一定是很苦他就是应该是心里有个意志跟有一个理想就是一直往前走一直要冲 那那次的经验是什么呢 那个很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是党外时期就是民进党还没有建党之前 是 那真的很早之前 对 因为我已经在拍街头运动的纪录片 是 有一次就朋友说要去淡水一家书店 文理书店 去找杨奎 我当然那个时候觉得哇 人生最美好的一定一定要去的 对对 传奇中的人物其实是 对对 我在大学念了他的书嘛 我那时候大学印象很深刻是我念了李乔跟杨奎 陈映珍这三个作家 最多了就是其他作家会念 只是说影响最深的是这三个作家 那这三个作家又都是比较左翼色彩的作家 是 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厚 对对很浓厚 所以我念了杨奎的宋鮑夫 那个时候就念了他的书 就觉得说有朝一日如果有机会可以碰到他 我又念电影 当然很想拍这几个人的作品 所以那个人到底人家说要去找他 是 我当然是骑着摩托车就就跑到那边 所以那是大学时期 对大学 大学毕业 刚毕业 对对对 就看到杨奎 对 在一个很 就是很特别的场地 然后听他在描述他的坐牢经历 是 所以当初小弟老师说要拍月读时光计划的时候 你应该非常非常想要拍宋鮑夫 对对对对 我内心的那个渴望 大家都坐在一起 在聊这件事 他找我们几个导演 里面有很年轻的 沈可尚 郑友杰 对 那有资深的小丽老师 明台 是 就是现场在谈说谁要拍什么 谁要拍什么 这样 真的 大家公开一起谈 对对对对 哪几部文学的作品 对 我想选宋鮑夫 可是我知道困难度 对 宋鮑夫是个很难拍的作品 因为光那个场面想起来就知道 另外一个是我不知道谁要拍 我想说小丽老师最资深 应该是他想拍的 应该如果老师想要拍 先禮藏老师这样 对 我当然不能讲说我要拍 我就说嗯 就很等着大家 發表意见 那我们就马上说我要拍宋鮑夫 那时候有没有很紧张 如果有人真的说他要拍宋鮑夫 你就啊 没有 我心里想最适合的两个人 是 除了我之外 对 一个是小丽老师嘛 因为他的就那种人生的经历 第二个是郑友杰 原因是因为他很年轻 可是他日文很好 郑友杰是一个日文可以讲的 非常流利的导演 是 是 然后他又很犀利的社会观点 这完全没问题 我那个时候想是 如果他们两个拍 我是觉得也是很适合 其他我不知道 不一定不适合 我只是在想说在我那个时候 心目中觉得最适合的 一直知道小丽老师 他可能看穿我的心心思吧 他就说那个郑文棠来拍好了 那个时候那一刻 你的心情是什么 搖幾家小孩 就是还是想说真的吗 好好好 我总是想很久了 我要拍宋鮑夫 我朋友都觉得跟我很棒 很不长 可是真的要面临下去拍 不敢说后悔 就觉得我怎么做得 这种 这么冲动的事 太难了 我们先请导演 帮我们介绍一下 宋鮑夫这个故事 好 他大概内容在讲什么 宋鮑夫其实他 他其实故事还算非常单纯 一个台湾的小孩 年轻人 去了日本念书 流 那个 要去求学 但还没有找到学校 然后他必须先工作 又刚好碰到日本 非常多人失业的年代 一九二七年左右 大概是这样 一个世纪之前 对对对 然后 在那个状况下 当然很困难 生活非常困难 他带着微博的钱到那边 结果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门口贴了一个 要征送报符 就是中 新闻佩达符 就那时候送报符 他这样就闯进去 闯进去之后 老板说OK啊 就让你来 可是要 那个保证金 工作要保证金 那时候十块钱 十块钱日益 他身上 开开花 花掉一些钱之后 只剩六块 就全部给了老板 老板还可怜他 还说 好啦我看你这么可怜 我就收留你 就让他做 就钱就被押进去 他就开始工作 很辛苦 那那个过程中 他碰到一个还不错的人 日本人 日本人 叫田中军 就带着他去送报 送了一小段时间 老板就觉得 就跟他说 你现在已经这么熟了 你可以开始卖报纸了吧 去推销报纸 就推销订户 他那种人身地不熟的 那个状况 怎么推销订户 但是还是要忍受 接下来 就去开始推销订户 老板就过了一阵子 就告诉他说 你这样太少了 每天只推销个六份 八份 每天要十五份 才够资格 嫌弃他业绩不到 对 其实都是一种手段 是 这个老板用一种非常 就知方的手段 控制这个劳工 因为之前已经有一段经历 其实是很多人 因为这样就哭泣地离开了 对 他不知道那些人 为什么离开的时候 还会哭 后来他自己 这件事情面临到自己身上 过了一阵子 老板就叫他说 你不行 我这样要赶你走 他就跟他要求说 那保证金要还我 对 他赶他走的时候 还给他一点点钱 说这个是你的工资 他说我做了这么久 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钱 他说那你不要可以还我 就类似这样的 看老板的嘴脸真的是 对 他就 就不给他保证金 就把他赶走 他也只好默默的 鼻子默默就走了 所以他等于是 那个月做了白工 还赔给老板钱 保证金 保证金也拿不回来 是 其实现代社会都还有 我们在找 在八零年代 莫拉人的故事 一个盲人作家 詩人 原住民 他就同样面同样 一模一样的故事 原住民到都市里面来生活 然后被老板骗 所以我会想拍这个故事 跟这个也有关 莫拉人是我好朋友 然后他在走 走的时候就 他回到他住的地方 那那个他妈妈 刚好寄信来 因为他家在 他离开日 离开台湾去日本的时候 他家也碰到很大事情 就土地征收 他的家里要被 因为日本人要做糖厂 所以把土地征收了 对 所以过得很苦 就是他妈妈在那个状况 还记得一封信 还留了钱给他 他当然看到会惊讶 因为他妈妈 告诉他的是说 除了寄一点钱给他之外 叫他绝对不能回台湾 一定要在日本好好的工作 出人头地 对 好好求学 沒錯 他就觉得很奇怪 為什麼叫我不能回去 可是他意测到他妈妈 他应该是有有状况 一次他赶快要回台湾 跑去外面找到那个田中军 就平常会借他钱的 照顾他的日本人 就要还他钱的时候 那个田中军告诉他说 既然你妈妈叫你不要回去 你要想一下这个事 就是你你这样回去也一次失败 对 你要在日我们在日本 我们任劳动者要站在一起 要团结在一起 对反而应该去跟那个一直在西我们写的那个送报老板 那个报社老板 要回我们的钱 跟我们的钱 对 所以就引起了一阵抗争 他们送报呼门 成功了吗 去跟日本 那个要求他 那个那个老板 对 西里面写的是成功 那其实他写的是一种精神 倒不是这个事件本身 是 是 这个就很洋葵 非常洋葵的世界观 对 他的世界观不是说老板跟那个 不是他是台湾人 也不是日本人的关系 台湾人受压迫 日本一样受压迫 对 所以杨葵一直有这样的精神 对 是很迷人的 所以导演 其实当初在拍宋鲍夫这个故事的时候 应该遭遇到很大的困难 其实场景在日本 而且宋鲍夫小说里面描述到 那个大雪纷飞 然后他他的双脚在雪里面那种受冻的样子 你当初在看景跟拍大雪的场景的时候 是不是很困难 所以这段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热血沸騰之下 那赶快觉得我要拍了好开心 对 我在网路上写了一下说 就是我的脸书上写说 我要拍宋鲍夫的 朋友都觉得跟我鼓掌 对 可是真的要面临下去拍的时候 不敢说后悔 就觉得我怎么做的 这种 这么冲动的事 太难了 不能改编 要在那么长的小说里面 能说一个二十分钟 要让大家看得懂 没错没错 这是第一个挑战 其实很困难 对对对对 寄情要看得懂之外 还要知道一点内心的精神的东西 是很难 因为他横跨的东西是台湾的抗争 是 他家日本 他家在日治时期的被征收土地 日本人的恶 到日本送报的过程中的 碰到的资方的恶 对 以及他的朋友田中心 如何照顾他 对对对 以及他最后接到台湾的母亲 寄来的信的 那个内心的挣扎 没错 以及最后要抗争成功 对 这么多重要的点 都要在二十分钟里面完成 至少就四个大的点 要在二十分钟里面完成 这是一个最大的难处 对对 第二个难处 在台湾拍 要这样子流利的日文 因为今天不是在日本拍 这是台湾拍 我们要找到好的日本演员 对 我们又没有钱找非常有名的日本演员 对 不能像加农 卡农 是是是 他可以找比较好的日 比较知名的日 台湾的演员 因为他会说日文 而且要大约二十岁左右的年龄 非常年轻的 对对对 这是第二个难处 就演员上的 第三个难处 当然是里面的场景 他的里面场景的最难是 第一个是征收土地的那一段 对 要找到台湾早期农村的那个样貌 有一群日本人 一群台湾人 然后日本人在那边先告说 我们的你们的土地要被我征收 对而且还要说是 我们给你们的恩惠 常常用高于市价跟你收购 对对对 总要给一百人吧 是是是是 想想都是电影的场面 对 这个日本送报的年代 是 他不只是大写分辉的状况 就是他那个阳君在日本的那一段期间 送报的那个血跡的很厚 在小说里面描述的 他两只脚踩在里面是陷 深深的陷进去的 对这样的场景要下大雪 对 又要那个年代的建筑 对 一九三零年代左右的日本的状态是怎样 后来导演 现在日本也都是很现代化的国家 是 所以你在哪里找到这样的场景 后来其实我们搜寻了很多网 现在当然带网路知识 容易找到 有很多选项 但是最后选的最好的 还是北海道的开拓村 接着到日本的北海道 第一个北海道下雪的基地高 大雪分飞 第二个是那边有一两个景 看起来还不错 都是网路上看的 对 还不错 但是事实上真相 怎样不知道 对 所以就显得开拓村 他是一个风景区 保留得很好的一个风景区 所以去的难度是因为刚好 他的状况很好 对 第二个是要下大雪很久 就他下过一阵子雪 雪才会积 没错 不能当天下雪 当天下雪 只是下来是水 没有积雪的那种感觉 第三个是 我们去拍的那几天 他刚好下大雪 对 所以那时候剧组 还等了一会儿吗 就是去了 我们也音乐也算好 等了几天 那就会碰到一天 刚好下雪 对 趕快出去拍的 看杨葵的送报夫的意义在这里 你知道你现在为何 可以继续往前迈进 对 你也知道说你应该站在 什么样的角度 帮助台湾这个社会底层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对 杨葵的送报夫 代表了一种很强的力量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杨翠老师 他谈杨葵 那他其实也在访问里面 谈到说 其实虽然已经经过一百多年 但是其实台湾现在目前面临的状况 可能跟那个时候的状况 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来看一下杨翠老师怎么说 对 他从比较无奈的角度来说 我就觉得人类要走向那个自由平等 百花齐放的新乐园 好像是漫长的道路 对 因为写在1932 然后刊登到1934 就是差不多离现在是70年左右 70余年的作品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 包括征收 都庚 农民失去土地 然后那样的一个 只是说现在更悲惨的是 因为现在就是包装着一个民主 依法行政 那很多的这种所谓程序正义 工具理性 那事实上背后执行的是一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是觉得蛮无奈 我们可能还要再走更远的路 杨奎的孙女是杨翠老师 杨翠的儿子是魏杨 最近在这一年以来的 台湾的社会运动里面 他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一家从杨奎开始到现在 都是鸭不扁的玫瑰 可不可以请导演帮我们谈一下 在这个他刚刚所谈到的 当初日本跟台湾的状况 以及现在台湾的社会情况 好像真的没有太大的不同 对不对 最近有人在描述嘛 就是如果直接描述 叫独裁者的进化 怎么说呢 就是全世界的独裁者 其实跟过去在八年年代 六年年代 那个那个时代的状况 最大的不同是 现在有更进化的工具 更进化的工具 就是他们有更懂的法律 更懂的权力的使用 对 怎么样使用 可以在无形中达到他的目的 是 导演你的片子里面看到的是 当初的日本政府是用打的 你如果不把土地给我 我就打你 对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用一种比较好听的说法 叫做依法行政嘛 那个杨翠老师也有提到 依法行政 他我自己在工部门待过 就我一段期间到 宜蘭的县政府当文化局长 是 当了两年多 是 那我知道依法行政 这四个字是非常 非常深奥的东西 最近就是那个 三一八学院的同学们 以及参与者 对 大部分都是妨碍公务 对 妨碍公务 妨碍公务 妨碍公务也是跟依法行政 一模一样 是是 妨碍公务 你你我 我把你挡起来 你要经过 我可以说你妨碍公务 嗯 以前会用极忧 极忧 极忧法 大家就觉得说 恶法 他现在不是他现在 妨碍公务 所以这也是一种进化 对这个就是他调整 他在调整他的那种 换汤不要换药的东西 好所以 虽然经过了一百年 这部小说还是很值得 现在来读 导演可不可以跟我们说 你认为你如果想要跟大家 推荐宋豹夫 这部小说的话 你会怎么说呢 你可以看到杨葵 这个从从读宋豹夫里面的杨军 你可以看到杨葵本身的 这个作者本身的精神 跟他的内涵 对 其实他是这段性格很强的小说 对他好像也说过 他在日本打工的时候 真的的确有曾经那个保证金 被骗了 拿不回来的经验 这部分是真的 是真的 对对对 我就说一九八年年代的 莫娜能到台北来工作 碰到事情一模一样 是是 这我们我们要努力的还很多 所以看杨葵的送报夫的意义在这里 你知道你现在为何可以继续往前迈进 你也知道说你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度 帮助台湾这个社会底层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对 那我觉得杨葵的送报夫代表了一种很强的力量 对 尤其是他的最后结尾 其实是乐观的 他认为就是大家团结起来 你还是很有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 我们争取的比较美好的生活 这就是杨葵魅力的所在 我是觉得杨葵不只送报夫 对 别看他的立岛家书 他在坐了十二年牢的那段期间被送到火烧岛去 他所写给回来家里的信给他的儿子给他的妻子家人 对 这信里面充满的就是 你就是相信某些事情 继续往前 生活很苦 对 可是还有很美好的东西在前面 啊 他懂得帮助人家 他告诉他的小孩是这样 对 这就是他绿岛生活 血回来的家书 这里很苦 他都知道 太阳很大 我们要做很多苦力 可是他还是希望他的小孩可以 乐观的精神 嗯 好 即使隔了一百多年 我们还是感受到那个鼓舞向上的正面的精神传过来 所以也很期待大家看完了正文堂导演的宋暴夫之后 可以再回头去把经典拿回来看一看 今天谢谢导演 谢谢 谢谢